刚刚请你帮忙回答的问题 你听出来了吗 Yes She said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Please don't telephone my daughter again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下的要点 首先呢 在词法方面 我们将要学到 Time作为次数的用法 还有 Answer作为应答的用法 还有动词过去式 加异地的这种变形规则 我们在语法方面 要学到一般过去式的基本句型 在口语运用里面 我们要涉及到一些写作的拓展 同时我们还将学会 如何根据图片来描述一件事情 首先 我们进入今天的词法环节 我们来学习词法的第一个部分 Time 首先它做时间的时候呢 是不可数的 说 What's the time? What time is it? 都可以用来问几点了 当time作为次数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可数了 所以在两次或者以上的时候 要记得加s 那经常用的短语有 This time Last time Next time Every time One time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表达一次呢 我们表达一次呢 可以用 One time 也可以用 Once 我们表达两次 Two times 也可以用 Twice 接下来我们学习几个跟time相关的常见短语 On time 准时 准时 In time 即时 All the time 一直 一直 总是 最后一个 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 学完time 我们再来学一个一词多译的 叫answer 我们最早认识它 是知道它叫回答 我们同学经常见到Q&A 这个Q呢 就是question A就是answer question and answer Q&A 一般呢 在会议或者是培训最后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Q&A环节 就是问答环节 那answer的第二个用法呢 表示答复 说 我尽快答复你哦 I will answer your letter soon 那answer的第三个用法 就是本节课里的重点了 叫应答 那么 应答电话就是接电话 answer the phone 还有 应答门 去开门 answer the door OK 以上是今天词法的第一个部分 一词多译的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部分 规则动词过去式 它的变形规则呢 其实 很简单 就加ed 那在我们加ed的过程当中啊 根据单词不同的特性呢 我们还会再做一些区分 Landy把规律的规则都给你列出来了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一般的单词啊 它叫直接加 比如说cold 变成cold 那词尾有意的呢 那词尾意要去意加 因为这个意也不发音了 去掉了之后 让我们的批写更简洁 bake baked 词尾Y呢 它要把Y改成I 比如说study 要变成studied 词尾Y组合呢 咱们直接加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单词的原因是 AY 加了ED之后 不会影响它的发音 所以stay 变成stayed 最后一个中读避音节 要双写加 首先 什么叫避音节 就是原音后面要有一个辅音 那 什么叫中读避音节 就是中音放在这个原音上面 那 一般的单音节都叫中读音节 好了 比如说stop 它是一个避音节 同时它肯定是中读的 所以要双写词尾的辅音 stop stop 那有同学肯定要问了 规则的是这样呢 那不规则是怎么记啊 那不规则的动词变形呢 Landy在后面的一节课里面 会跟大家一一列举 我们以后再学习 那接下来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句法环节了 咱们一起来学习 一般过去式的基本句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一般现在式的句子 he plays in the park 他在公园里玩呢 那要对这个句子进行提问 怎么办呢 直接在前面加上注动词 does does he play in the park 他在公园里玩了吗 那如果变成一般遗文句呢 说他在公园里干嘛呢 what does he do 这是我们的一般现在式 那变成一般过去式 就在动词后面加上一地 he played in the park 对这个句子进行提问 我们同样需要一个注动词 那一般过去式的注动词 叫did 注词did来变化 动词立刻现圆形 你看 did he play in the park 我们把刚才的played 就换成了圆形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特殊一文句提问 说他在公园里干嘛呢 what did he do 这里面同样用了did 来做注动词 大家发现啊 第三人称单数 注动词does 变成过去式 did 这样一个转变 你可以理解吗 那么同样的呢 换成了其他的人称 注动词都是did 比如说 I walked to school yesterday 我昨天走路去上学 那变成一文句呢 did you walk to school yesterday 大家一定要记住 注词did来变化 动词立刻变圆形 那我们变成否定句 I didn't walk to school yesterday 你看这里 动词马上变圆形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一般过去式的 基本句型结构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今天的口语运用环节 OK 在我们今天的能力提升方面呢 我们要学习一下写作拓展 如何根据一个给定的图片 我们来描述一件事情 其实要把事情说清楚 咱们中文的写作 也无非就是 谁呀 干了啥呀 啥时候啊 在哪啊 为啥干呢 还有 到底干得怎么样啊 那这些词对应的在英文里面 就是who what where when why 还有一个how 所以这个5w是非常重要的 把事情说清楚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图片 首先你要交代时间 首先这个时间 如果图片里有 你就根据图片来写 如果没有 你自己要给定一个时间 it's saturday today 先说时间 然后再说事件 谁呀 干了啥呀 a man and a woman are talking in a shop 男人女人在商店里对话 the man is the shop assistant 我们来看这个男的 穿得很正式 彬彬有礼 那这个女士呢 就想来买东西的 那 the woman wants to buy buy什么呢 图片里写的envelopes the woman wants to buy some envelopes the man is helping the woman to get the right size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里面信封有大有小 要get the right size 找到合适的尺寸 最后写一句这个人怎么样 what a nice assistant 这个售货员真是周到礼貌呀 alright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带着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首先在词法方面 我们学习了一词多译的两个词 首先第一个是time 它既是时间也可以是次数 那做时间的时候是不可数的 做次数的时候它是负数 一次就是one time 也可以用once 两次叫two times 或者叫twice answer这个词也有几种含义 首先最简单的叫回答 answer the question 那我们今天本节课里的内容呢 叫应答 比如说应答电话 我们说answer the phone 那应答门呢 叫answer the door 咱们在词法最后部分呢 还学习了动词常规过去式 加异地的变形 其实呢 它总共有三大类型 一个叫直接加 还有一种叫改改加 改改加里面改什么 去异加 或者是把y改成i去加 还有一种叫双斜加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不规则 无非就是这三种情况啊 那么在句法里面啊 我们学了一般过去式的基本句型 那一般过去式通常是 在句子里的动词加上 那么你提问的时候要记得 注词did来变化 动词立刻变原型 我们在最后的能力运用里面啊 是帮大家做了一个写作的拓展 那如何根据一个图片来描述一件事情呢 无非就是who what where when why 这几个w讲清楚 你的事情就描述清楚了 跟咱们的中文几乎是一样的结构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 321之后呢 再来进行词法呀 句法呀 还有口语运用的全面学习 咱们对所学的课文呢 就有一个全方位的掌握了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啊 那赶紧去练习吧 现在是时候 秀出你的实力了 Lennie老师呢 把课文用图片的形式啊 呈现给你 那请你尝试着通过图片来复述课文 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What's wrong master like Pauline? He's awful He telephoned me four times yesterday And three times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He telephoned the office yesterday morning And yesterday afternoon My boss answered the telephone What did your boss say to him? He said Pauline is typing letters He can't speak to you now Then I arrived home at six o'clock yesterday evening He telephoned again But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Yes he did He telephoned at nine o'clock What did you say to him? I said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Please don't telephone my daughter again Did he telephone again? No he didn't 如果你能通过刚刚的图片将课文复述出来 那就要恭喜你原本的完成了第六十七课的学习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三二一之后呢 同学们就不难理解这些知识点了吧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三二一 那赶紧去练习吧 我是兰迪老师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 MING PAO CANADA